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劲爆的当然就是林作被抓 一个虚拟货币的平台 牵涉的人很多 尤其人物也很多 今天最重要的是抓了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林作 由娱乐客说是最短倒闭的公司 第二个就是陈仪 陈仪都开了两个结果声光行都抓人 走不迟 走不迟 那是什么事源 当然你说关不关陈茂波事 可能关陈茂波事 因为陈茂波上年说我们香港要超前做这个虚拟货币的中心 结果这件事的网络平台就爆煲 所谓的爆煲当然了 其实就是等于庞氏片局 他买他们的理财产品 即是说虚拟货币可以去到19厘 有什么投资工具可以有年息19厘 那你真的告诉我 真是厉害 那也都因为上市失败 现在证监会 就说他们是一个不实宣传 那就要他们全面落架 甚至冻结资金 结果JPAS 我可以告诉你已经爆煲 那他们很聪明的 他说我们给你钱拿 但是因为冻结了户口 那我们就要迟些 不会不找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急速找的话 没问题 给手续费 我们都给你的 看没有正路先 有钱给 即不是骗你 结果他的手续费是什么 你给了一千元买 接着990元手续费 给你10元 真是神经病 但是如果个个都肯的话 那他就不用上身去 因为他没有骗你 他真的还钱给你的 不过手续费高些 用这样的方法 令到他们资金没有压力 这个第一 第二 最重要的 现在商业调查科和证监会 他觉得他们就是庞氏骗局 就是他是骗人一个诈骗集团 是这样的话 当日的林作 他高调 哎呀我卖了我的楼 套现二千万 做JPAS的合伙人 就是他有份 结果他走不掉 今早早就上身 这两千万可能都没有了 而听他说的 都会出事 第二个被抓的就是陈怡 陈怡当日 很多年前 其实都八九年前 当日他最喜欢的就是 在一些叫做反水货客里面 他扮的就是大陆西 就是他反大陆西 在机场啊 在火车站啊 蹲在那儿啊 吃烟啊 这些粗暴举止 他前身曾经在苹果那里做过记者 他做YouTube而红的就是扮大陆人 红了之后 跟着看到个势不同了 他要赚钱 一时这样就马上转了 就变成了 骂香港这些所谓的叫做民主派 吃了一轮政治水 近期为了 没得吃了 没得吃 为了可以走下去的话 那他们怎样呢 他现在又开始 骂回大陆人 总不知变来变去的变色龙 这个这样的死肥西 陈怡 来到这里 他们跟林作是一样的 就是标榜自己有钱 高学历 拿奖学金 其实所有的骗子特征他们都有 林作这一幕真是瘋 那当然 指不指他们啊 下一个是币少 还有帮忙做宣传的 我相信 肥妈 庄司敏 还有什么呢 还有张智霖 袁炳 那这些一大堆一大堆 大量这些人都曾经参与JPEX 这个这样的庞氏编局 那我想分两件事的 第一 这些艺人很多时候 就是靠经理人和他们接着 他们去推销 好像张斯敏肯定这些武佬 蓝丝肯定就是什么 肯定就是 喂 赚钱啊 什么什么 结果我相信他自己都有份投资 他都是被骗 跟着他就告诉你 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这些从来都有 变了一个玩法 又来过 有时候人老精 鬼老靓 你看一下 萧生玩什么 玩完宇宙玩到出神入法 千多万代代平安 就比你们好多了 做得几多日人啊 林作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大堆的人 为了名为了利 不停地以为自己真是聪明 结果一获过就炒起了 林作这些事情 我相信即使他脱身都好 他都永不翻身 有个很厉害的老母 到今时今日 几十岁人都是靠老母 陈二就脱离了家 因为以前我有看的 那我相信这一幕歌 都将他摄下来的 一分一毫都没有 而他再出来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人相信 那至于肥妈 张思敏 张志林 币少这些 究竟他们是参与者 还是什么 还是宣传 那我们就尽管拭目以待 这件事 我相信后续发展会很好笑 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最终分享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 和Patreon 代表阿迪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请代表一杯咖啡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多年 为十八至四十七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 港币十五万内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十八到三十一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顶居签证 没有年期上限 我们也为五十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发一点玩Quiz题啦